你问我答 睡睡平安 欢迎收听 摇宁刚时间 今天我们讨论 这个朋友的问题是这样的 他说我爸爸妈妈 新移民过来 马上要登陆美国 那我想知道 因为他们如果来的以后 不超过183天的话 是不是可以 作为非居民报税 这样不需要全球的收入 在美国报税 那么我就会让他们 在7月1号以后进入美国 这样就可以在税上 得到一些好处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想知道 登陆美国的时候 登陆到哪个州最好 因为每个州的税不一样 哪个州是最好一点呢 这是两个 可以说是蛮有趣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这个问题 可能很多朋友 如果爸爸妈妈来美国的话 都会想要知道这方面的事情 我们在这儿分享一下 第一个 数位183天以后 那么需要全球报税呢 这个概念 跟有绿卡或者公民的话 就是没有任何关系了 如果你爸爸妈妈作为移民过来的 而不是非移民过来的 那么他们并不是说 就是说作为一个非移民的 就是签证的人 需要考虑183天 这个 如果你来到美国 已经拿到绿卡的话 一进来就拿到绿卡的话 那么你就是 不管有几天在美国 你都是属于美国居民报税 那么美国居民报税的话呢 就是全球征税 就是可以使用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不受183天的限制 那必须 来实际上申报 如果你的爸爸妈妈 在外国有收入 那么必须在美国申报 这个是规定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说登陆在哪个州 登陆在哪个州 那是这样的 并不是因为 你登陆的时候 就是进美国的时候 首先在哪个州 你报税 就是用这个州来报税 而是根据每年的情况 这个的话就有点 跟那个183天 有点关系了 因为各个州自己 你是不是要在这个州 住居民的话 正常来讲也是 如果你生活超过半年以上 在这个州 你就是这个州的税务居民 所以呢 这是一个 跟那个183天 又有点相关的 因为这个时候考虑的时候 又是不一样的 因为各个州的居民的话呢 是根据你居住的时间来听到 而不是 因为各个州 没有再有 像绿卡县这种 所谓的 你注册在这个州的 一个居民了 当然了 你在这个州 如果你是公民的话 那么 等于说是 你的选举权在什么地方 那么基本上 就是这个州的居民 所以呢 这个基本上是 没有必要 就是说去 非常 那个严格的考虑 我在哪个地方 入境的话呢 是不是在 税上将来就有好处 因为 是根据你每一年 具体的情况来定的 哪怕你 今天 入境的时候 在我们德州 大家都知道 德州没有周税 所以呢 很多人觉得 税会有好处 那么 我就 一来现在德州 是不是以后 我到了加州 到了纽约 我还是可以 用德州来报的 不是的 那是因为 你已经生活在那里 你可能就会要 叫那个州的 州税了 所以 这两个 都看来 都跟一带 八十三天 有点相关 所以呢 这个概念上 不能混淆 处理的时候 不太一样 好的 我们这个问题呢 就这么简单的 先讨论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二 这个时候 再见